第1局比赛开始 涛天发球 第1队都是比较耐心的 中国队的教练下选择和陈玉 实际上是一种竞技状态 选择和陈玉 涛天头反应真快 追身是从身后给救回来 去年总决赛的这次胜利 对于石宇奇来说 绝对是一个信心非常大的披震 至少对手不是说那么不可战胜 他也有弱点 他也会有经济状态不好的时候 不过从富特曼杯的排兵部阵上来看 我觉得日本现在淘天咸斗的优势 还是非常明显 就是重要的比赛 他来上这场赛班 对没有什么悬念吧 对没有什么悬念吧 他在过台当中主动的先进攻 杀球的效果非常的好 反正应该他们把这个技能工作 很明显 他有很多次去的守护 那就是有一些 JD 英文 没有 球出了底线 5比0的开局 再隔一分 6比0 这因为假动作的一个放网 还是给唐天斜斗拿到了一层 这样比赛开始这么久之后 唐天斗的第一次拿分 好球 小王 这是很可惜 这些已经预犯了 可是可惜球没破 唐天在落后比分之后 他也采取了增加一些进攻的比例球 好球 对 先来 好球 彭琳先斗真的反应很快 像他这种随机的那种球 真的就是拍子举得很到位 刚才包括刚才那个身后球 都是说在很 别扭的姿势下挡网居然牌都过了 差一点点 出了边线 这拍都拍的整个 工房的转换还是很精彩 没错 非常精彩 我觉得石宇奇他 你看这也是贾刚做的一放网 石宇奇他今天整体的 出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这个也就是说多拍之后体力有点下降 而且也想尽快拿下这一分 所以要求更高了一点 一位的输入 同样的点输入 石宇奇现在额头上的汗珠 已经出现了 这个体力还是消耗非常大的 这场比赛的主动权 还是石宇奇现在还控制在自己手里 稍微有一点累 因此也是出现了连续的集中的两次 不为输 我也是想把质量出得更好 结合一些停车 这是一个拉拍之后的放网 嗯 让东东看得很清楚 老天打得很耐心 没拍的回球 确实很好看 我觉得就是整个眼睛都舍不得离开屏幕 非常精彩 跑球 拍数也多 出球的质量落点都很高 没有过去 还是稍微有一点内风 内风还是影响挺大的 所以终于再次拿风了 刚才呢这一次连续的失误啊 给对手拿了三分 那段时间可能也是体力出现了一个小的极限 陶天也同样是要求很高 他非得要这个滴滴的滚网 对 结果打在网带上 对实语学义来说 他有些抓到机会球 他是必须要杀下去的 因为这样才能去 那陶天呢 他有顾忌 而实语学义的整个进攻 他以点杀 半杀为主 所以陶天也是比较注意这一块 标误学习 技术 百大�도 实语学乔 这一排被淘铁还是抓到了头顶前 直接杀直线 比赛的前半阶段应该看史与琪打的既有耐心 还是不错的开场 试掌球还是会比较艰苦 对 但是韦杰说的非常贵 更重要的是要对这场比赛的兼具性做充分的思想准备 就有些球实际是必须要杀下去的 如果始终选择不杀的这种拉掉会导致淘铁呢 他会反击 所以这种进攻会消耗比较大 就得不错 就是假动作的一个腿底线 所以其实也是结果认不好变速 淘铁的这一排的准备 确实还是很及时 刚才这一排旧球却是没想到 对 对 打的拍框上了 没打实 有点擦网 擦网之后造成实与提的这个牌子 打的拍框上了 嗯 淘铁准备的时间还是比较充分 刚才这一排 准备久平了 对 这一招球实与提在出球回动当中 嗯 还要更快一些 我觉得每一次看实与提跟淘铁闲斗的比赛呢 我都感觉到淘铁他在体力储备上面 还是比实与提要更多一点 就是他可能移动起来 主动性更强一点 实与提这场比赛 我觉得开始打的至少我觉得非常好 有张有法 而且信心很足 但是淘铁闲斗毕竟是一个 比赛经验非常丰富又极有天赋的队友 所以对于这场比赛的艰苦性 还是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是空间的队友 就去过来了 这个队友 就过来了 对 队友 四个队友 又是一个队友 好球 打了一个借力 直接弹到前 我出了边限 应该出来了 质量一点点 他还是想打自己的一个节奏 最后就是达成共识 就是在这些中路球上面选择快放 这个比较快的 快切快放的一个处理 就很多时候教练的这种 调量和快乐 你开弹底线 弹到了一个 界内角落里 教练的这些想法 其实在很多时候都是 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指导思路 而且呢 他会给你情绪上的安抚多一点 因为你说在一场比赛里面那么短的时间 怎么能够彻底的帮你在 技战术方面给你多细致的指导 是不太可能的 更多的还是一个提醒 对提醒还有情绪方面的安定 然后实际上打起来的话 还是个人的感觉很重要 又是一个谈对角 那个本能的反应 很好 其实刚才这一分能够得到是因为他每一次出拍都是在淘天咸斗的前面啊 就是速度上面是占优了 武汉体育中心体育馆 在15年之后啊就连续举办亚洲羽毛球紧张赛 每一年的到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都是羽毛球爱好者的一个节日 特别是决赛这一天 观众的上赌率是很高的 对 最近还是能够控制更准了 更能出击 我们看一下头顶位的下压 这是一个扎推球 漂亮 大洲羽毛球紧标赛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 它是从1961年开始策划 1962年开始举办的 从1991年之后呢 变成了每年一届 这个常驻赛事 连续的得分 对 原来这个比赛还有团体 我觉得那样的话 就是对于整个球队来说压力就更大了 太累了 对 太累了 从94年开始呢 它就变成了单向的比赛 但我觉得羽毛球的比赛 其实也挺密集的 这场比赛没有开始之前 大家已经预测到了 肯定就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对决 经过了这一个星期 实际的比赛过程 和晋级决赛的名单来看呢 确实是如此 现在桃田在想象 比较疲累 你看他的这个抖大的汉珠 顺着这个鬓角往下溜 而且史与奇德整个回后场球 都限制到了桃田 因为桃田没办法借力去进攻 桃田是借力打力的一个选手 他会有主动发力的进攻 可是他不是他的特点 所以他就选择一些过渡球来处理 通过一些连贯 所以他打安赛龙这样的对手 特别的适合 安赛龙的节奏很慢 一拍一拍的在 就是说安赛龙的杀球比较的重啊 就是挺反而是让他节奏慢 杀球重 然后反而会让这个桃田贤斗 在借力的过程中呢 加快他的连贯速度 他有很充足的一个准备时间 这个球实在是没办法都跨风了 就推出了边线 在十一群也是在比分领先的同学 也需要有几分的调整 因为前面的消耗确实比较大 他还是选择困执 漂亮 就是以棋人之道 环制棋人之声 今天这场比赛 就是用借力得分 设计打了好几个了 而且设计最后对桃田的头顶下之前 对 头顶位今天他就防守的 保护的特别好 把整个思想 在起完他的头顶之后 其实是一个反现之下 他在头顶位抓推两次呢 我觉得真的就是 打反击也是打得非常好 我觉得他已经渐渐地悟到 这个跟桃田交手的门道了 对 而且很明显 事与其在整个身体能力 这个时间提高了还是不少 对 显得整个人在场上比较有力 有些球 机会球能进攻 还不是机会球 对于桃田来说 你也需要进攻 但是这种球消耗比较大 他现在还是能够做的 没错 事与其这场比赛中杀很少 对就快杀 对快杀点杀都是非常的巧打的 刚才那个球虽然没过往 但是如果是过往的话 又是一个很好的 很漂亮的得分球 思路是很对的 就回放的质量很高 他说说就是设置桃田的两笔线 以限制头顶肉为局 结合正常这样 桃田一旦球的弧度打起来 他就借不到力 所以说他就正常的来处理 我觉得书与其挺多的 这个技术方面 他的脑子很清楚 执行的也特别好 不知道这个交换场地之后 是不是还能有这样的发挥 因为我感觉就是说 从前面的几场比赛来看 场地对球员 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这球有点强 这球排到的局点 20比12 有8个局点 这球其实杀的还是质量很高的 这个球其实比较到底线 这也是体能训练的一个结果吧 能够连续的杀球 对 就是轻掉 勾对脚 像这一声 再扑 往前 勾对脚 实际现在有点出声入话 爬得很快速 对 而且动作一次性特别好 直接滚网 这种滚网 这种滚网 好球 还是很主动 在速度上面 实际其实 占据善风 没错 我 唐天杰斗呢 是这场比赛的未免冠军 我觉得多少可能他也有一定的心理压力 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在这种到了决赛的环节 每一位运动员的心理状态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很微妙变化 对 对比赛是重要的这个影响的变数吧 像刚才陈青泉 贾一凡 和勇渊和可纳 孙本玛有那场比赛 就是谁放松的时候 谁就能 一分会急中上上 对 但是你一紧张 就好像完全不会打了 就判若两人了 因为唐天杰斗今天的这场比赛呢 他我觉得心理建设方面也不是很好 可能作为未免冠军 日本队对他的期望也是很高的 明显感觉到他的步伐比较沉重 就移动不起来 到现在为止 施宇琦都是先出手 对 施宇琦的速度上面一直是占优的 对 有皮掉对掉线 回放都是质量很高的 拉起来 当你背负的心理压力大的时候 你在这个移动的过程里面呢 就消耗更多 什么是翻球的控制 其实是施宇琦主动 这个挡直线是非常微妙的 两个人都能够把对方调动起来 对角现在大幅跑动 这个拍手好多呀 对 施宇琦有点过大 这么多 43拍 打得还是很好的 对到现在为止最长的一个多拍回合 作为男单比赛 打出这么长的拍手 真是不容易 对 而且施宇琦这样的 和抬拳的拉多拍也会告诉抬拳 你经过 四番球的拉开我不怕 嗯 直接下压 抢出进攻 非常有效 嗯 陶田 他陶田前奖最怕的就是 就快速的杀球 嗯 和连贯 因为这样会破坏他自身 平时有所习惯他自身的一种节奏 还是要不足 这一次你不能弄 好好吧 特别有点 我只有前排 助我 可能不中小时 每一个人往下 而你不能够 就是确实打的手上 这边是在网口附近的一些球 他都有非常充分的准备 有的时候是一种本能 这也是训练出来的这个结果 已经到了出身入化的程度了 下压球跟进往前 再杀 还选择拉开 这个确实你看这就是逆风的情况 有的是在比较微妙的一种场地过程当中 风也许就吹过去了 也许就给你变成了阻力 这要求很高的一个 在被动的情况下 要求很高的一个放 抽回放没有成功 还是属于逆风球场的小损失吧 球应该是出了边线 两个人都是属于手冲反攻啊 什么都会 主要是 两个人都是属于手冲反攻啊 还有 这两个人都是属于手冲反攻啊 借到机会就 这球天内 踢刷挑战 这球还是比较累的 前面打得也很紧 确实是在 时宜齐的身后 他没有宽迁出 这个球的落点 也是非常 确实是在压到了 压到了这个 边线的外源 两个人知道 借这球机会 都调好气 稍微调整一下 再拿1分5比3 好球 抓到了 看到往前都有一些 技巧型的动作 一定要有杀球 好球 一定要有杀球 所以很厉害 第一局打到现在 我还是很怕 时宜齐的进攻 的 不要在打 2种 2200 你 或者 他 就是要杀 对,等着机会好了,在这一半 不许一奇又有耐心又有信心 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让我看着觉得心里非常的放心 感觉应该是可以赢到这场球 被抓到了,半掌 桥田也借机会打了一个直线 直线的这个杀球 长沙也是等了很久了 6比6平 到球很干脆 只要一抓到就下仰 控制往前以后在长沙的一个非常好的组合 你速度上来以后你的机会就会比比比对手多 对 球出了底线 高点的话直接可以 是不是走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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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